9月26号,商务部在北京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目前中美双方正在保持密切沟通 为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取得积极进展做准备 9月19日至20日,中美双方经贸团队在华盛顿举行副部级磋商 就共同关心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建设性的讨论 双方还认真讨论了牵头人10月份在华盛顿进行第13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的具体安排 目前,双方正在保持密切沟通 为高级别磋商取得积极进展,做好准备 我们对于磋商的立场始终是一致的,明确的 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 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通过对话磋商找到互利共赢的解决方法 高峰同时指出,近期中方企业正在按照市场化原则和世贸组织规则 开展美国农产品的巡价和采购,并已经成交相当规模的大豆和猪肉 中国对优质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很大 中美两国在农业领域互不幸强 合作空间广阔 希望双方共同努力 采取实际行动 为合作创造有利条件 会上有记者问 目前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将美国视为不可靠的商业伙伴 中国将发布的不可靠实体清单中是否会有美国公司 高峰回应 中国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 目的是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绝不是针对任何一个国家的企业组织或者个人 我们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和经营 将坚定依法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目前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正在履行国内程序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